近日,网传杨子新剧《女心理师》定档,于11月20日开播,这部剧从开机就深受关注,网友们纷纷期待。 这部剧是毕书敏的同名小说改编,毕书敏本人就是心理学界的资深学者,一直以来,他写的书就颇受心理学爱好者的欢迎。 自从制作方官宣小说《女心理师》要影诗化后,就很受网友关注,毕竟这部作品涉及的心理学专业性不强,该作品以《女心理师》贺顿的成长经历为主线,通过她和丈夫、情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,穿插了若干来访者的精彩故事,讲述人性的历程,杨子跟景勃然是男女主主角, 还有很多老戏骨,一共有30位演员,阵容堪称强大,可以看到有马术、仪萍、张君蜜、杨童书、黄爵等实力派演员,都是实力派演员,这部剧的质量肯定很高,网友们纷纷认为,爆款预定。 杨子在剧中饰演女心理师贺顿,这个角色无疑是需要演员有超高演技才能演好的角色,可不是一个很好把握心理活动的人物,杨子在剧开拍前多次去到心理咨询机构,帮助更好理解的角色,花了这么多功夫塑造的角色,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 杨子同心出身,演技早就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香蜜沉沉浸如双中饰演的紧密,前后反差大,两个都能驾驭得很好,呼吸也非常有感染力,杨子的演技不容小觑。 景伯然在剧中饰演电台主播前开议,这个角色对台词的要求很高,景伯然也是口碑,很好的演员,尤其在电影方面,很有影响力,相信景伯然也可以很好把这个角色演绎出来。 马苏是很有实力的演员,曾获精英,飞天奖最佳女主角,杨叔同演的反派,是90后小时候的童年阴影,演技没话说,倪萍虽然是主持人出身,但演什么像什么,口碑很好,有了这些实力派演员,这部剧肯定能报。 杨子表示演完女心理师,自己也被贺顿治愈了,说道,她在治愈别人的同时,也在治愈自己,作为演员杨子的我,在演了贺顿后,也有被治愈,生活中有很多在黑暗中行走的人,这部剧希望告诉他们,别怕,自己拉自己一把,或者别人拉你一把,就上岸了,期待女心理师的播出。 感谢观看